关注大马 整我国际 欢迎收看RTM华语新闻 您好 我是朱敏鱼 首先带您关注新闻焦点 政府将在2025年财政预算案 延续超明大马理念 维护弱势群体的福祉 并停止对富人的补贴 为解决建筑屋内的覆盖网络问题 大马将研究采用 类似韩国的不同频谱和频率 日本即将上任的新首相石破冒透露 绿料将在10月27号举行闪电大选 政府将在2025年财政预算案 延续超明大马理念 维护弱势群体的福祉 并停止对富人的补贴 并将这些补贴 用于援助贫困群体用途 首相德士安娜指出 强调他也说 必须要遏制一切形式的补贴 的披露 包括富裕群体的孩子 入读政府高额补贴的理科中学 中文字幕提供 人们的质量 在消除贫困全国研讨会开幕式上致辞时 如是指出 他表示 政府不希望任何人 因为没有得到应有的机会 而被国家发展主流抛在后头 另外 安娜也说 他知道政府才是的一些行动 并不受到某些人的欢迎 但为了需要帮助者的福祉 这些行动势在必行 为了确保消除 国内贫困问题奏效 首相德士安娜也在会上提出 五大战略 当中包括 可支配净收入标准 改革扶贫基金 整合数据 改变态度和思维方式 以及加大力度消除贫困 另外 阿诺也说 必须尽快解决弱势群体 对政府援助高度依赖的问题 并将他们从视频中解救出来 他表示 依赖援助治标不治本 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因此不能任其持续下去 要我国解决贫困问题 这是要包括政府 私人界 和人民在内的各方的 共同承诺和合作 经济部长Rafizzi指出 消除贫困的努力 是我国自独立以来 所有国家发展计划的主要议程 Rafizzi表示 2024年消除贫困全国研讨会 旨在搭建一个能够分享观点 专业知识和经验的平台 以便更有效地在全国范围内 加强消除贫困的努力 他指出 研讨会重点将讨论 终结贫困的理念和方法 资金需求和治理的有效性 等几个主要议题 以便找到政府可以考虑的 最佳解决方案 研讨会包括四场讨论环节 邀请了来自政府 私人界 学术界 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的 知名人士和专家 另外 尔菲基也说 在这一次的研讨会中 提出的政策和建议 可以作为制定第13大马计划的参考 以帮助消除贫困的目标 他希望这些建议能切实 帮助所有大马人 特别是帮助贫困和弱势群体 摆脱困境 通讯部长发明将在10月1号至2号 在韩国举行的全球移动通讯系统协会 移动360亚太峰会上 发表题为构建人工智能数码骨干主题演讲 发明透露 他将在峰会上发表主题演讲 讨论马来西亚加速采用人工智能的奴隶 这个峰会会及世界各地移动网络运营商代表 以及与韩国电影业者合作 是发明在为期三天工作访问的焦点之一 这也是发明第二次出席峰会 他第一次是在去年9月 在GSMA亚太移动360 即2023年政策领导人论坛发表主题演讲 强调在全国提升宽频连接 和实施5G网络所做的重要努力 发明也在行程中访问数家公司 会见韩国无线通讯运营商SK Telecom代表 并见证SELCOM DG与SK Telecom 签署谅解备忘录 另外发明也会与 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讯部长柳湘任 举行双边会谈 值得讨论双方共同关注的重要合作领域 为了解决建筑屋内的覆盖网络问题 通讯部长方便指出 我国将研究采用类似韩国的不同频谱和频率 他表示这种方法在韩国已经证明有效 因为韩国之前也面临类似问题 目前正在韩国展开为期三天工作的发明 说韩国电讯运营商LGU Plus 告知涉及一个频率和一个频谱的解决方案 因此他要求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审查LGU Plus的发现和观点 如果他适用于我国就会进行概念验证 发明也听取LGU Plus开发的人工智能应用程序汇报 该程序可帮助用户接听电话及检测是否含有欺诈成分 此外他也参与LGU科学员 亲眼目睹韩国最大的研发中心 该中心展示LGU公司在汽车和物流领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的产品 与此同时 方面要求我国电讯与LGU Plus探讨合作潜力 特别是针对本地工业和企业领域 有关我国外交部长达德士·穆罕默哈萨 在29号于第79届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 清楚展现了马来西亚对各种全国议题以及全球议题的坚定立场 尤其是关于巴勒斯坦的正义问题 内政部长达德士·塞夫定说 这是利用国际平台表达我国对各项关键问题的立场 并引起全球关注的重要机会 塞夫定表示 穆罕默哈萨的发言代表了政府的立场 他说此次联合国大会上 我国民税表达了对多项议题的强硬立场 包括否则权 伊斯兰恐惧症及巴勒斯坦问题 同时大马也呼吁联合国安理会果断采取行动 制止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非法定居点活动 为巴勒斯坦人民伸张正义 塞夫定在内政部长月集会后向媒体发表这番谈话 另外他也提及 公民权修宪案可在10月14号开始的国会下业院会议中辩论 塞夫定补充其部门继续推动这项修宪案 以获得全体国会议员的支持 针对全球兄弟控股GISBH丑文案件 内政部长达斯坦夫定说 警方已经开启了80个调查档案 涉及592名儿童和399名跟随者 我们目前已经开启了80个 加密該案 一是自然可ato 是自然可�与2011 二是自然可�ren盷orse 打击 Gwen 一是到了自然可态的 大体像挑战甚深刻毒性 加密合 wurden 四就是自然可原则都 深刻的吧 赤可能性可恨 所以从80个警察 公司和所有公司 当然要花时间 去准备和准备 直到被拒绝到公司 如果有担当或不 那是法律在拥有 在播电视出席内政部长阅集会之后 在媒体发布会上 透露这项案件调查进展 他表示当局总动员1226名 各政府单位的人员 来调查这起案件 除了警方还有国民登记局 化学局 公司委员会等 而各单位正致力于完成调查 在郊游总检察署 决定是否提控 财富电强调 警方的焦点是这四项法令的违规事项 至于任何关系伊斯兰交易的事项 将会全权交由伊斯兰发展局处理 马来西亚作为蒙特利尔议定书谈判的活跃成员 持续展现出坚定的全球承诺 致力于保护臭氧层 同时确保本地工业的经济平衡 截至2023年 我国已经成功将轻律服厅的使用量 减少了70% 这一程就展示了国家在旅行 蒙特利尔议定书国际的义务的同时 确保本地工业发展不受影响的决心 蒙特利尔议定书是1987年签署的一项国际协议 旨在逐步淘汰生产和使用会破坏臭氧层的物质 马来西亚作为该协议的积极参与国 以采取具体措施来保护环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来 地庭责定以色列男子阿维丹持枪械和子弹被控案 将在明年1月6号开审 此案原定在从9月30号起展开为期9天的审讯 但当寻集控方是否准备好证人证词时 主控官表示控方仍正在准备当中 并将提交所有证人证词 主控官也告知地庭法官控方将传召30名证人出庭作证 随后地庭法官Nornina则定 此案将在明年1月6号开审为期11天 也就是从1月6号至9号 1月14号至16号 以及1月20号至23号 现年38岁的以色列男子阿维丹是在今年3月26号傍晚6点46分 至3月28号傍晚6点之间 在安邦路的一间酒店房间内犯罪 他在今年5月被控上递停 盯取两项修正的控状后 向法官表示不认罪 并要求审讯 根据第一项修改控状 阿维丹是在没有军火执照或准证下 只有一盒8颗9毫米子弹 三盒150颗Bullet Master子弹 以及在三支枪械内的42颗子弹 抵触1960年军火法令第8条A款条文 罪成者可被判监禁不超过7年 或罚款不超过1万令吉或两者坚施 第二项修改控状指出 被告贩卖6支枪械 他也被控抵触1971年军火法令 增刑第7条A款条文 一段罪成可被判监禁不少于30年 但不超过40年 以及鞭挞不少于6下 农业与粮食安全部长 达德斯·姆哈曼·萨布指出 近期的吉党州大水灾 初步估计已导致约4000万令吉的 农业损失 政府在努力加快通过稻米 种植天灾基金发放初步援助于受灾农民 老众鬨 达德斯·ortunately,德斯· mobilize 上处创罄 莫哈玛萨布说损失惨重的尤其是稻米、蔬菜、养牛场及陆地养殖池塘也遭到水灾破坏 目前该部还在全面评估实际的损失额 莫哈玛萨布在移交昌明食物附带给受灾稻农、农民及畜牧业者后 向记者这么说 隶属吉达州农粮部公司旗下的2074名稻农和农业业者在上个月水灾中受灾 它们获得包含各种必需品的食物附带 莫哈玛萨布提到 近6000公顷稻田在9月中受水灾影响 这出乎意料情况导致快收成的稻米被破坏 从而导致国家稻米供应短缺 他说为了长期应对稻米供应短缺问题 特别是天灾所致 农粮部将要求政府在2025年财政预算案中 拨款约4页令吉 以改善米粮仓以外的基础建设及排水系统 三十八岁商业员早前被指控强迫保镖吃猪肉案 滨州总警长达德·哈姆萨透露 目前警方已向4人录取口供 有关案件的调查仍在进行中 当局将在近期内完成调查报告后 提成副检察司以待进一步指示 警方星期四二十六号晚上八点三十一分 接获该名商业员投报 商业员表示接获一名记者电话 询问他是否强迫保镖吃猪肉后 他向警方报案否认这一项控状 而该名保镖也有报案否认有此事 警方已向副检察司申请调查令 继续展开进一步调查 此案援引刑事法典第五百刑事诽谤条文调查 另一方面东北县警区主任星期一三十号 进行移交职权仪式 由哈姆萨见证 原任警区主任 拉斯兰调至宾州警察总部任行政组主任 其留下空缺 由副警区主任李瑞士 警监站待 马斯兰是在今年一月十六号开始 担任东北县警区主任 一宗涉及七辆交通工具的死亡车祸 三十号清晨四点十三分 在加勒大道第四十二公路路段 吉隆坡往文东发响发生 这起连环状事故导致三名男子丧命 十人受伤 彭亨州消整局行动部助理主任 Ismail Abdu' Ghani 报林告指出 在涉及这起车祸的交通工具当中 其中一辆托格罗里在意外发生后起火燃烧 整辆托格罗里被烧毁 他表示车祸造成三名男子受重伤 而当场死亡 三名死者分别为四十岁的摩哈曼·Rizwan 三十九岁的摩哈曼·Zaymi 以及二十三岁的摩哈曼·Azizul 同时其他十名受害者当中 有三名成年男子重伤 两名成年女子受伤 三名成年男子 以及两名成年女子而无大碍 Ismail Abdu' Ghani 说 接获紧急投报后 当局立即出动两辆消防车 八名消整人员前往现场救人 全部伤者已被送往文东医院接受治疗 至于三名死者的遗体 则交由警方做进一步调查 在水凉额 一名保安因为站物问题 遭同梁谋害 失替后车厢案 涉案男嫌犯在三十号上午 被警方邀往刮拉水凉额法院面控谋杀 根据控状被告 表示明白但由于谋伤案署高庭呈现 因此没有记录是否认罪 柔佛警方展开过滤行动 逮捕一名涉嫌贩毒的年轻女子 并从她身上查获毒品 笨真警局主任 开始在文律笨毡一袋贩卖毒品 她表示警方在这次行动 供查获56.7克海洛因以及24.8克冰毒 总值大约4145令吉50仙 警方将援引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 第39条B款条文调查此案 换了焦点 超过一千名参与者集聚三天 成功推动了2024年 波罗州艺术节的举办 2024年波罗州艺术节 凸显了各国之间的文化外交力量 并展示了波罗州群岛丰富多样的文化 波罗州艺术节也展现了 波罗州创意舞蹈比赛 传统斗舞舞蹈比赛 以及当代国家服装设计大赛等活动 我看到这些是中文化 一件外套的一件外套 虽然它有艺术的艺术 但是它也有艺术的艺术 而是艺术的艺术的艺术 我还没有看到其他地方 我认为这是一件外套的产品 需要继续 然后将来的时间 能够改善 在那年金融公园会议厅 举办的2024年 波罗州艺术节感恩仪式上 赞利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波罗州艺术节可以作为 促进区域合作的重要元素 此外赞利哈还发布了象征 该岛旅游业实力的 波罗州蜘蛛标志 RTEMS团队 凭借在波罗州创意舞蹈比赛中的 出色表现 荣获泰金 并获得奖金一万五千利级 想在新闻电视台 找到属于您的角色 成为我们的一员吗 RTEM新闻中文组 正在为新闻及时事节目 招聘记者与编辑 只要您拥有大专学历 精通三语 并且关注国内外时事 其对新闻业充满热忱 符合资格及有兴趣者 欢迎将您的履历 通过电邮方式发送至 BTVMandarind at rtm.gov.my 我们等待您的加入 把焦点转向国际 把焦点转向国际 30号日本即将上阵的新首相石破冒透露 预料将在10月27号举行闪电大选 67岁的石破冒上个星期五 赢得执政党自民党总裁的职位 预计将在星期二就任首相 日本放送协会以及四家主要全国性报纸 和其他媒体星期一引述消息来源 报道称石破冒有意在10月9号解散国会 并在10月27号举行大选 另外石破冒上个星期五透露 他希望尽快举行选举 以巩固其权力 不过没有说明具体日期 曾经担任日本防务大臣的石破冒 揭替宣布不寻求连任的岸田文雄 担任自民党总裁 岸田因为自民党爆发政治现金丑闻 而支持率大跌 而这一起事件也加剧了选民 对不断上涨物价的愤怒 导致他所领导的政府支持率 进一步下降 在宣布不在自民党党魁选举中 寻求连任 这也意味着岸田放弃其担任 日本首相的职务 随着中国加大对台湾的政治和军事 压力 白宫当地时间29号指出 总统拜登星期天批准了向台湾提供 5亿6700万美元 或大约23亿3069万令吉 作为美国加强台湾军事力量的最新举措 白宫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表示 拜登根据美国宪法及法律赋予的权利 授权从国防部的防御物资及服务中 调拨最多5亿6700万美元 以及军事教育及训练向台湾提供援助 声明没有透露该计划的细节 该计划的规模几乎是去年7月批准的 3亿4500万美元 或大约14亿1814万令吉 国防支援的两倍 今年4月拜登也签署了一篮子 对外援主的法案 除了台湾也包括对乌克兰 和以色列的军事援助 另一边乡 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值29号指出 尼泊尔境内连事两天的强降雨 引发了山体滑坡和洪水 目前死亡人数增加到至少170人 另外有42人失踪 尼泊尔内政部发言人透露 当局出动推突击 清理堆积在数条高速公路上的山泥 让首都加德满都通往全国其他地区的道路恢复通行 同时救出了3000多人 尼泊尔水文和气象部门收集到的初步数据显示 在截至28号早上的24小时内 全国有14个地区的降雨量破纪录 其中加德满都机场录得的降雨量均为240毫米 是22年来最高降雨量记录 至于在上个星期五晚上被迫关闭的机场 已经在29号早上恢复内陆航班起降 机场关闭期间有150多趟班机被取消 感谢收看我是朱铭鱼 Salam Malaysia Madani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